Hello 大家好 這條是我第二條拍攝的影片 我第一條拍攝的影片會跟進我昨天剪片撞鬼的事 這條影片就講前各位大監製不幸昨天離開了大家 中年就58歲 我自己沒有跟前監製合作過 沒有應該沒有 最多都是那時候回TVB 綜藝節目之前就要試遊戲 找些人來測試遊戲好不好玩 我有做過這些崗位 但是真真正正合作我就沒有試過 但以我所知明仔也有 之前玩爆你的神 叫他試氣然後抱著女兒 前監製問明仔 但你認真回答我 你剛才是不是偷柴 那條影片我當時覺得很好笑 之前Youtube前監製也拍了一個光纜Style 星光泣泣有古具機 鄭伊健有很多美女 這位可以說是香港的大娛樂家 雖然後期TVB很多節目我都沒有看 但是前監製曾經拍過很多大型的綜藝節目 例如《掌門人》、《美女廚房》那些 那些都給了香港人很多娛樂 這裡真的要衷心多謝前監製 這一生為我們觀眾的付出 這件事最控洞 除了這麼不開心的消息之外 竟然又是關於林作事的 那林作就在阿瓊姐的POL留言 就說希望她有買人壽保險 那很多知名人士都批評林作這次的做法 其實林作一向都是這樣 他一向都是這樣 我都不覺得這是新聞 我一收到前監製的消息之後 我已經在想到林作會說些什麼呢 因為他是一有這些大吉利士的水 他必抽的 之前有Covey Bryan、黑豹、小鬼 他是全部抽了這些水 在幾天前他已經做了一件很討厭的事 就是叫國泰空中服務員 就特地找那幫人去interview 感覺上就好像人家剛剛失業 就看看你們啦 你們沒事做 我都可以聘請人的 之後就高調告訴全世界 我是不會聘請他們的 還要說為他們好 說了一句就說 我是要best of the best 日本式的保險從業員 真的很好 他不是要那些 現在沒了份工走來試一下的人 這一句如果是真的話 肯定就是那些空姐、空少人 走來見他那時候跟他說的一些說話 他拿出來說 我不是要這些 喂 你去見一些空中服務員 人家剛剛沒了份工 跟你說想試一下 當然是試一下 難道他跟你說 我有非常專業的培訓 以我的資質 一定是可以勝任 做到你的團隊最好的員工 神經病的 你以為每個人都妄想症 人家是 踏踏實實 做一份工 突然間公司裁員 很徬徨 然後你說 我這裡有位 見一下你們 之後就高調說不請人 說人家什麼 沒了份工 來試一下 我不是於這些心態 你收皮了 人家根本就沒了份工 你說有 你就來試一下 不是怎樣 這些很多位 你覺得他已經很太憎恨了 昨天 前監製那件事 簡直是令人發指 邵子豐已經在網上 share了 他這個 回應 邵子豐就說 這些真的關心嗎 這些是關心嗎 蛤 你只是關心自己的生意而已 含世界知道你賣保險 一早都知道了 但是 真的會令你的生意有上升嗎 他現在是不是想著 全香港700萬人 有690萬人討厭你 還有10萬人 可能是 認同你 是不是玩這些 但是你值不值得受到 690萬人的口水 真是一人一刀口水浸死你了 也看到袁黎明 在他的Facebook 就說 那條噗噗無恥賤格佬到底做哪家保險公司 有沒有人可以提供到該公司管理層門的email address 要投訴他嚴重影響該公司甚至全行業的形象 一天不炒 全民退保潮 就得到2000個like左右 幾個小時而已 好多人響應我告訴你 這個是袁黎明的號令 下面的人很多表示支持 但是下面有網友就說 英國保城就算了 我之前投訴他們公司有員工在限聚令下 公然在官堂office脫口罩聚餐 那時候還爆得很嚴重 但是這件事以讀不回 當然是以讀不回 你應該拍照然後 找警察嘛 不是怎樣 英國保城他會自己發告票給員工嗎 不會的 其實我是不知道 他是不是真的英國保城 下面只不過有人這樣提到 有人就說 袁小姐我覺得 現在這樣的時勢 如果他是找到生意 沒有人會搞他或者炒他 更加不可能釘他牌 一早就知道他犯人賤 但是真心說 他後面一有老闆撐 真的什麼都催不住 還有人撐這些嗎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你講還講 誰人都可以講 很多人都在這裡悼念 但你不是每次都撈個保險出來的 你不要一下就 就立刻撈保險兩個字出來 這個呢 其實我覺得是家教問題 你說你小小的時候 你有這些死人臨漏事 你老爸老母怎樣教你 我想很多人都有 就說 爸爸媽媽會教你 這些不要亂說話 去到靈堂不要亂說話 是不是 很明顯 這方面的家教真的欠奉 為什麼每次都亂說話 有人說 有話題就是成功的一半 為什麼是一半呢 因為還是失敗的一半 就是你有一半機會是成功 因為你有一半是好 有一半可能是壞 你才是有一半機會成功 那他呢 現在那些人對他的感受就是 知道你什麼人 下次再有些什麼人 走了去 我們就會猜 他什麼時候出鋪說話 大概都是說這些 都是圍繞著 他做那行來講 那袁小姐提到那個全民退保 我想不是很多人肯 退了自己的保險 因為其實保險的東西 你一入 你一買了就 脫不了 我那時候很小 二十幾歲 我老母無厘頭 給我買一份保險 我是解釋得很清楚 告訴他 你無須要買這份保險 我那時候二十幾歲 我之後走去退保 我最後拿得回 三千元 他供了很多很多錢 那個Agent 那時候走來勸我說 你不要不供啦 你不供你的錢就沒有了 然後我說 那我供多多久可以拿回這塊錢 他回答不了 其實是騙騙騙的 他說不是啊 如果你有什麼事可以幫到你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說 我那時候二十幾歲 我不是家裡的經濟支柱 你覺得一個二十幾歲的人 你們自己保險都是計算 二十幾歲的人 有什麼 突然間是需要 一筆醫藥費 當然人是很多意外的東西 我不是說沒有 但是%是很低的 你就這樣計算 我當你10% 有九成人以上 其實那個年紀 跟他買保險 是被他騙的 那錢是百匹的 但是很多人是不懂計算這些數 他不知道嘛 我不是說這個沒用 如果你是家裡的經濟支柱 突然間可以沒了那個人 那你家裡怎樣 什麼都沒有了 我不是說保險沒用 但是對某些人來說 保險真的未必有用 那時候我媽媽不懂 她沒有這種智慧去分析 別人叫他買 幫你的子女買賣 又這樣又這樣 很容易被人哄 可能你媽媽也試過了 那我上次退保利用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侮辱到跟進我這件事的agent 肯扭一些錢出來 其實這件事是慘的 本身我那個保單不是幫 那個人買的 我那個保單是幫我 前前前前女朋友的表姐買的 但是我表姐做了一年之後不做 那份保單不知道丟給誰跟 每個月就白供700多元 一年就7000多 供了3年就2萬多 最後拿回3000 她跟我說你現在拿 那些錢很低的 那我過了三個月你會給我多少錢 我就跟她計算 你這麼為我的錢著想 我現在跟你計 她計都不跟我計 因為你連那些門面東西都騙我不了 是呀 那我最後就退了 我告訴你 可能我遲些供樓 年紀再大一點 保險對我來說也很有用 但是 在那一刻我知道 我是不需要的 但是我不需要的那份保險 我退保都這麼難 你想想 哪有這麼容易呀 沒那麼容易呀 再加上林作他 又說自己是公司 簽得最多保單的位 No.1 很厲害 那 真的未必會解僱他 但是往後的日子 自己想 哪間公司好哪間公司不好 這些人你公司還要包庇他 其實有沒有職業操手 你這麼喜歡有人死了 那你就說保險那些事你不走去殯儀館做 你走去殯儀館走 你走去殯儀館走 每個靈堂都擺死人的啦 走去問問別人的家屬 你看看 另專門就走了 留給你的一份保障 你問問他買了沒有 一個靈堂二十多人 那麼多 潛在客戶 你不走去殯儀館上班 你一定勾到很多生意的 如果你覺得這招是work的話 但是你不會這麼做 因為你知道你這樣做 你進去殯儀館這樣做一定會被人打 一些人都很想打你 其實我們是不應該繼續 幫這個人宣傳 再跟他炒作 之前他 都是說這些的時候 我已經想過這件事了 不要再說這個人了 但他實在太過分了 你說外國明星 OK啦算啦 你說這個講那個講 為什麼我不能說 OK啦算啦 你說這次這個 娛樂圈的大監製 圈內的人員也是相當好 你看他離開了很多女生都是多謝他 知遇知恩 很少人說他什麼什麼 沒有 這個是好人來的 你看那些 跟他合作過的女生全部都說他好 那你突然走來彈他這件事 你這個人不懂得包裝嗎 直不甩的嗎 你包裝一下 你說一下其他東西 說一下東 說一下西 叫人珍惜眼前人 珍惜眼前狗 你之前都會做 為什麼這次 又這麼直接 你是不是很肯等錢花 網友都說他什麼 網絡乞衣 別人的報紙都是這樣打出來 網絡乞衣放在那個標題上 這樣怎麼賺錢呀 出名 就是兩個方向 劉德華也是出名 劉馬車也是出名 他還不知是壞的 他還在一個 IG上 很小的字在問救人 很小的字 人家發給我說 這個人現在還在 狡辯 說什麼 很小的字 不知道你寫什麼 總之但是 盡量看 用我僅餘的視力 首先 絕對為任何過身的人 家屬表示難過 那你現在才說 你留言的時候不敢說 你留言的時候已經要R.I.P 深切哀悼 表示難過 前監製作這麼多節目 娛樂了我們的童年 娛樂了我們這麼多年 這些東西你那時候說 你現在被人吵你才說呢 你才打千字文 幹什麼 那就是鬥了 但是他是不服的 他還在問人 什麼抽水的準則是什麼 是怎樣 經常在問人什麼 你老爸媽沒有教你的嗎 你問人為什麼 不是個個 義務教你做人 那個責任是你老爸媽教你的 養不教父之過 你問一下爸媽 是不是你老爸媽都覺得沒問題 香港人不是義務去教你做人 我們見到的東西不正確就是這麼簡單 而大部分人都因為這個是 公眾的 都認為 發生了這些事是不應該 走在那裡 招生意 這些行為是很仆街的 說什麼東西希望 別人有買人壽那些 有買危疾那些 關什麼事 希望關你什麼事 個個個希望你老爸媽沒有生理 希望 不是說希望兩個字就是一定是好的 這些很簡單 還在那裡狡辯 還在問準則是什麼 何謂抽水 不是不讓你說 你不要在那裡招生意 那個人走了 還說什麼保險 保險是在生的人買的 過了身的 你可以打一大篇東西在那裡包包包包包包 看到 前監製有什麼病 你可以解釋這個病是什麼 原來造成胰臟癌的原因 至今仍然不明確 有些危險的因子 找出來有幾項 要是遺傳經驗突變 要是 遺傳慢性的胰臟癌 胰臟癌一般來說 大多為飲酒引起 希望大家就少點飲酒 我相信很多人 都是喜歡這個 杯中蜜 如果大家 又戒不掉那樣東西 希望都可以買一份保險 保障回你日後的生活 你要包裝才行 一來就說希望他有買保險 表達能力很差 在那裡就留幾個字 人家就留幾萬字去罵他 接著 又寫回千字文 問人 什麼叫抽水是什麼準則 什麼 為什麼全世界都明白的東西 你不明白 還要別人義務教你 告訴你什麼叫抽水 每一次這些事都是 一個人生課堂 你之前被人罵的黑炮 被人罵的高比白人 你應該是聰明的 所以我見過小鬼的時候 他都在說 什麼真色眼前人 真色眼前狗 那段東西寫得不錯 別人說他聰明 說他乖 這次 不知道做什麼 又懶 寫幾隻字就算了 為什麼那裡不打千字文呢 一樣有人看 林作 殯儀之星 每次死人倒樓 關你的事 為什麼之前會做 現在不會做呢 懶 還是真的很想搞這些公關災難 讓人關注自己呢 這樣紅沒用的 可能你覺得有用 我不懂 我都不是做那一行 可能你告訴我 我這樣搞完之後 我的保單很厲害 很厲害 因為這個世界沒有絕對 可能大家都很尊敬 某一個人 突然間有小部分 真的不 聽到你說這些說話之後 每個人都來光顧你 你不是做這些生意 你真的賺到過錢 大部分人都不喜歡你 一人一刀口水浸死你 唉 人生的事不是保不保險 買不買保險 不是你買了一份危機 你就不會生病 天父所子 不病而弊 你讀書 你走到哪裏人家見到你 不是因為你是明星 別人看你 又是那個人 殯儀之星 很臭 一死人之後 就在那製造保險 你變成了這樣的既定形象 就算你這樣 銷到保單 你真的賺到錢 你走出街 被人指指點點 這樣做人過癮嗎 這樣做人舒服嗎